昨天刚说过这个刘世瑜刘主席提到春天不远 有些朋友说股市是 攫取中产阶级权益的一个通道 它不会被关闭 我一直认为股市其实也是会被关闭 只是它采取的方式 是我们大家不熟悉的 今天紧接着就看到了刘世瑜所谓的春天说 它的理论依据来源于哪 它是有内部情报的 我们看到新闻普遍的报道的一个现象 就是昨天的新闻联播播出了 习近平参加第二次混改的这个会议 做出了一些决议 做出了一些意见 它是以军民融合为主题的 那么它通篇的决议其实就是两句话 一句话呢 是以党中央来统一领导 集中力量办大事 第二句话就是 由军工企业 首先进行军民混改 从混改这个话题出现以后啊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混改是五年前的提法 2013年 习胖一上台就干了这事 2013年提出了 这还备不得啊 这得照他抄 叫什么呢 叫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在这个里面 就明确的提出来 要积极发展 混合所有之经济 那么2015年 出台了一系列的配套政策 一共22个 所以我们2016年听到了传闻 2017年看到了新的混改的企业名目 2018年 我们看到最新的是 万达都被混改了 还有人觉得 公司合音不会重新出现吗 那么国企混改 跟着就是民企加入 他现在其实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国企 他回复到清末的官都丧办 从比较好的民营企业中 寄取一些管理人才 当然他们不会尝试 民企的经营思路 那么官办是一个主题 至于民间企业 怎么进行混改呢 他们已经给我们提出了一个 一个明确的这个措施 叫做什么呢 给民企送干部 安排党委 安排党务工作者 来指导民间企业 当然这肯定是好的 以前我们也谈过这个情况 差的企业 元旦之前收回贷款 元旦以后不再发放 小企业经营不良的 自然就倒闭了 那么你做的好的民营企业 他先给你派干部 然后国资混入 最终逼着你 向他靠拢 向政府投靠 最后把你变成什么呢 变成跟他一样 由国资来控制 那么这种企业 我相信 今后 会成为一种定式 其实他就是新版的 公司合影 以后的股票市场 如果说 都是由国资来组成的 或者说 由国资占主导地位 这个市场 你还有投机的可能吗 国家就成了 最大的庄家 其实以后股市 存不存在 意义都不大了 你没有任何可以评判的地方 你一个企业经营得再好 他给你换个领导 换一个风格 你就找不到他原来的模样了 你也无法预测 他未来会怎么样 你只能从血缘上 与当今的关系 来判定这个企业 能不能活着 能不能活得更好 你去买他股票的时候 不是看业绩 而是看他 他的领导人 是什么时候 紧跟着习近平的 或者说 他是习近平的连接 是吧 那这个企业的股票 你绝对可以买 他倒不了 那么到这种情况下 就会创出一种新的 炒股的模式 在资本运作的 这个工作上 中共内部 一直是有分歧的 有一些人强调 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 他把这个改革开放 四个字 强调的很重要 你只有开放了 你才能进行改革 这种声音呢 我们现在还能听得到 有一些人 总是要说话的 就如同大家族 总有几个 憋不住的孩子一样 他们说的话 不会被 惩戒 或者说 至多执行一个家法 静言半年一年了 也就完了 老百姓你不能说 他无论怎么说 他是党内斗争的 分歧所在 那么我们也看到一些 阻抓经济的官员 再三的提出 中国现在的股市 现在的资本市场 是有他自己的贡献 那么所有上市公司的市值 加在一起 大概是五十万亿 上市公司 每年的营业额 超过百万亿 利润呢 是三万亿 当然这些上市公司的负债 总的负债 也是百万亿 你无论他好不好 那平均说 他有百分之三的利润 他占国民经济 总量的一半 意思是 资本市场 是可以协调的 他即便有一些缺陷 但是还是可以运转的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主导 中国政局的这帮力量 还是习近平 他比较滞留的 要求党管一切 包括企业 因为只有让共产党 给你发工资了 你更多的人 在国企 或者由国企 参股 甚至拿大头的 民间企业中工作 你才会为了保住工作 无论你是自愿 还是被迫 你都被绑在这家战车上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他才能相信 你是全心全意 维护他这个体制 因为反对这个体制 提出意见 就意味着你 极有可能失去工作 那么国企 或者由国企 控股的 民间企业 那么他做得越大 涉及到的人越多 就越多人不敢说话 他的目的就是这样 他所谓的 由党中央来 集中力量 统一管理 而且要肯硬骨头 就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把党内的分歧 与社会上的抵触 都当成骨头 都当成叛脚石 他是有这个信心 在广袤的大地上 推行他的政策的 他没有任何变化 五年多来 我们看到很多 经济学家 政论家 关注过这个话题 一直认为 就是国企 自己玩一玩 想给国企 找一条出路 其实这个看法不全面 元旦很快就要到了 元旦之前 我们还看到一些 虚假的繁荣 甚至有一些报表上 个别省份 或者说个别省份的一些经济强势 他还出现了一些报表上的繁荣 这种繁荣很快就将换灭 现在有很多小企业 不是说他想干下去 而是他不能关闭他的企业 当你要关闭的时候 他会跟你算 你从企业成立一直到现在 你签没签过税 你是不是签过 公认的三险一金 五险一金 甚至关闭的企业 你也被他们追杀 那么所有中国的经济 他们都想控制 包括你什么时候倒 你什么时候结业 都要他们来做主 元旦 最迟春节 现在所有的经济模式 都将会被洗牌 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 去一个个判断 其实现实很残酷 它会足以摆在我们面前 让我们看到 这个国家 一直 是在共军的掌握之中 经济 是涉及到每一个中国人的 它还不像意识形态 你甚至可以抗议 你可以富棒 你哪怕就是闭嘴 你还可以思想 但是到月你总要发工资吧 总要养活老婆孩子吧 浑改 它已经明明确确的出现在我们面前五年多了 不要再去忽视它 看一看我们的未来 就在他们这些官僚 无谓的会议中 他们通过一个个决议 形成法令 他们会影响到全体中国人 我认为这些人 我认为这些人 不需要 你更多地的 我认为这些人